嗨 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枝豆 今天我們要來講關於乳型蠻蟲這件事情 當你一聽到蟲你會不會覺得全身已經開始癢起來了呢 其實我有這個感覺喔 那你看 例如說你看它這邊有一些白眼黏有沒有 這個也都是 其實就是要把那個那個 白色的包包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像你們花粉刺 對對對 就是像你們那邊還要 因為這樣就可以 裝置弄比較空 剛才我在打皮秒蕾色的時候治療毛孔粗打 我總是會遇到這些病人他們的皮膚很像橘子皮一樣 然後那個毛孔之間呢 它會有那個白白的分泌物跟白白的小粉刺 一直以為那一些白白的東西 它只是粉刺而已 它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直到一兩個月前才有另外一個認知 知道說它有可能是蟲的尾巴 好在這裡我並不是想要 下個位 乳型蠻蟲這個東西是非常常見的 正常人的臉上的毛囊裡面都有 只是數量不高 所以它不會造成任何的臨床症狀 不過呢如果你有乳型蠻蟲症 叫做Demodecosis 你就會有像 呃 九招或是敏感性肌膚的那個感覺 就是意思就是說你臉會紅紅的啊 毛孔會粗大啊 或是你三不五十年這邊就東洋洋西洋洋的 這個東西呢它是怎麼造成的 它是一個大家都有的一個蠻蟲 那在你清潔不夠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免疫力低下最近比較累啊 免疫力系統比較差的時候 這些蠻蟲的講多的機會就會變得比較高 但是我並不是說你今天毛孔粗大 或是你臉上油脂分泌比較多 或是你臉上東洋西洋 你就會有這些乳型蠻蟲 並不是的齁 這個他要做診斷 診斷的方式有一些啦 一般皮膚科醫生大概不會去抓蟲 所以我們覺得說症狀有像 我們大概就會開立這個新的藥物給我們的病人 我們怎麼抓蟲齁 其實這個抓蟲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把皮膚裡面毛囊裡面的分泌物把它擠出來 然後在顯微鏡底下觀察 看有沒有過多的這個乳型蠻蟲 這個檢查就結束了 大部分的診所不太可能病人來要求說 我要抓蟲 醫生就會讓你抓蟲 當我們真的很強烈懷疑說 你有可能有這個症狀 然後我們要在confirm我們的診斷的時候 我們才會進行這樣的治療 所以我現在錄這個影片 我又很可能會造成很多醫生的困擾 因為他們可能就跑到皮膚科醫生那邊去說 拜託幫我抓蟲齁 就連在我的診所裡面 我都不是乳衷會幫病人抓蟲的 乳型蠻蟲 因為他是皮膚裡面 正常的一種生物 我們不要講他是蟲 他是個正常的生物 你臉上也有細菌啊 你每天其實定期找碗 request 都使用溫和的洗面 清潔要夠 它的量才会减少 有一些人他可能一次的过敏 然后擦了一点肋骨唇 然后因为皮肤刺刺痒痒的 那不敢洗脸 就一直不断的擦一些保湿乳液 然后渐渐渐渐 它的乳型满虫的量就会变多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你的湿疹啊 或者是你的皮肤痒的情形 没有办法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就麻烦您去皮肤科诊所去就诊 我们大概会有一些好的方法帮您解决 我们都知道毛孔粗大原因就是 皮脂腺分泌过度旺盛吗 所以现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鉴别诊断 也有可能是因为乳型满虫的关系 OK 我不是想要compuse各位 但是真的是教学相长的一些知识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你是这样子的大小 对这样的大小就差不多这样子 那手指头 两只吗 一只手指头 一个traction 然后另外一个用力吧 这么用力哦 用力把病人的那个里面那个分泌物把它挤出来 会痛吗 它没有啦 它一定没有里面一定没有分泌物 快点你有痘痘我看一下 那有一个是 那有一个是 因为它有酒招嘛 为什么有酒招会有虫啊 不是 然后你有点 你又会有点 有点 有鼻子是酒招 种泡性酒招 对哦 这个这个这个里面超多 你们拿下去看看 刚刚啦 刚刚的 各位朋友们拜拜啰 如果你喜欢我录这些教育短片的 like还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对哦